看看新闻网 海南小姐冠军就受不了了 亲自来到了上海正面接受媒体的检验 一方面要证明自己的长相 就要对得起选美冠军的头衔 二来也想告诉大家 参加选美比赛 选的并不仅仅是外表 还有自己的才艺和素质 眼前这位女孩 正是近期在网上备受争议的环球小姐 海南分赛区冠军谭巧尹 然而几天前 关于她和海南分赛区 其他选手的一张合影 却遭到了网友的疯传 当时看到这张照片 许多网友表示 这两位海南小姐选手 妆容浓艳 发型诡异 实在能以发现任何美感 面对铺天盖地的网友吐槽 当事人谭巧尹在上海解释道 其实那张照片并非自己的真容 只是为了舞台效果化了浓妆 加之拍摄角度光线的问题 才有了这张照片 因为当时化的是舞台妆 舞台妆相对来说会比较浓一点 那我是在下面 台下面拍了这张照片 光线的都不太好 角度也不太好 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一旁环球小姐 中国区大赛总裁季雨昕 也表示自己力挺谭巧尹 在她看来 谭巧尹的外形 气质 才艺等综合素质 堪称出类拔萃 只因为一张拍摄角度不佳的照片 就给她扣上丑的帽子 未免有失偏颇 我感觉到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传的都是最不漂亮的照片传过去 当时就是Emma的表现是相当相当好 她的跳舞是全部 所有的比赛的女孩子来说 是最了不起的 而且她可以说英文等等等等 她身材各方面都还是蛮不错 我想这个女孩子 这个原知识非常不错的 原材料很好 除了海南小姐长相的问题之外 近期关于不少选美比赛的争议都不小 此前国际小姐重庆赛区的三甲出现后 关于三位嘉丽的综合素质问题 遭到了网友的一致质疑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三位选手的外貌 实在不足以代表重庆赛区的水准 或于外界压力 主办方不得不增设直选赛区 宣布再选出三名嘉丽 和这几位争议者 一同代表中国赛区 参加国际小姐总决赛 对此谭乔尹则表示 网友们的妖魔化的确让人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还是希望 大家不要紧紧将目光 放在外貌这一问题上 他们那个比赛呢 之前我也关注了一下 我觉得可能网络上面的妖魔化 还是有点太过严重了 就希望大家不要质疑一张照片 就认定别人是什么样子了 就要更深入地了解别人 在发表言论 此外 针对外界猜测 这是因为比赛内幕横行 才导致了这样的选拔结果 季宇熙则表示 环球小姐的选拔层层透明 十分严格 谈敲映赢得海南小姐的称号 没有所谓的内幕 而是依靠自己的实力 我们的话 就肯定是非常非常严格 不会失误的 我们不会做错的 这四个都是很公正的 娱乐星天地宋小彤 许人体上海报道 爱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